南港区公所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特别在新落成的南港车站大厅 举办新春辉豪以及寒冬送暖的活动 吸引许多社会团体和民众到场参加 让大家充分感受到浓浓的年节喜气 南港区新年新气象 为了展现多元南港区的特色 崭新宽敞的南港车站大厅 成为最好的活动场地 特别邀请书华明佳到现场辉豪 赠送给参加排队的民众 所以我们就结合文史工作室 有中华各大 产官协大家一起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还有南港软体人机他们赞助金会 共同来举办这次活动 然后希望这一次是新的尝试 然后这么多活动都在一起 那我们希望如果成效还不错的话 我们明年有机会来继续办 另外寒冬送暖活动 则是临选区内100位低收入户的民众 自证慰问金和白米 希望大家一起快乐过好年 那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收起春联 然后各里的低收入户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社福团体 比如说南港狮子会 还有这博爱基金会 他们的赞助之下 然后除了这个金钱的赞助以外 得慰问金 还有这个送米 希望他们过一个好年 感情点灯 来 请大家一起掌声 来 我们祝福我们所有的现场队賓 然后年吉祥又如意 开幕活动的点灯仪式当中 灯笼上面的水墨彩绘 是由群玉堂水墨画会成员的杰作 许多作品也在南港车站大厅展示 让南港车站充满浓浓的年节气氛 中家台语新闻 许超胸 蔡英文报导